你知道有人在那裡會受到歧視 當然以前是沒有啦 但是因為這陣子疫情的關係 他們就說可能不管你是哪一種Asian 有一種Patriot 那你們會極力的去講說 講這個有什麼用 會講就是會講 一定會有這種英文叫做Karen 為什麼要說Karen 就是很常抱怨 整體都叫Karen 不知道為什麼選擇這個名字 像是因為很多時候會發生這種事情上面 都是一個叫Karen的 那外國人貼得懂啊 外國人一定貼得懂 大兵有Karen 路上可能啪啪啪啪起衝突 後來一個很生氣的女生敲車窗 Karen Karen 對 欸 bro 那台灣也有 我剛剛講所謂的Karen嗎 肯定是有啊 那台灣人都叫 我們好像沒有特別的稱 我也叫網友 這是我一生中都一直 心裡很糾結很障礙的一部分 就是我到底是台灣人還是美國人 但實話實說 我是混血兒 但是我去美國的時候 要是別人問我 我是哪一人 我都跟他們說我是台灣人 在台灣也是 別人問我哪一人 我都說我是台灣人 我心裡是真的一直都覺得 我比較像台灣人 雖然我兩個都是 然後小時候 我只要跟同學吵架 就是在台灣 他們就會說 哦 你這個死英國人 美國人 回去美國 滾回去英國 然後在美國跟別人吵架 他們就會說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Go back to Taiwan 真的超煩的 不管在哪裡 都是背嘴 就是說回去你看 他媽的國家 到底是哪一人 一點我就是一直心裡都很糾結 是個心理障礙 但現在開始慢慢接受 我兩國的人都是 雖然我覺得我是非常台灣人 就算我臉長得超白 面孔超白 我還是覺得我真的心裡是台灣人 但我都是啊 都是 這是我一生中都一直 心裡很糾結 很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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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都是台灣人 都是美國人 但實話實說 我是混血兒 但是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是美國人 我是那一人 台灣人的時候 我是台灣人 在台灣也是 別人我那一國的時候 我是台灣人 我心裡一直都覺得 我比較像台灣人 像台灣人的東西 然後我是小時候 二世界 二世界 十足 三世界 聽戲 顏色 堅bol 這是 聲音 坐 立足 我 轉眼今天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